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大家好 公元前一千零四十六年 武王伐咒 在牧野之刃中 商纣王室仓促应战 一战而溃 但兮之间 生死国灭 他甚至等不及他手下的大将 同时也是一方方国的诸侯 幽侯喜 率领的商朝的主力部队十万大军回援 那么在商朝灭亡以后 这十几万大军又去了哪里呢 周五王虽然攻占了昭戈 但那个时候商朝并没有完全的灭亡 他还有剩余的实力 周五王是又用了一两年的时间四处征讨 把那些不服的都消灭以后 商朝才算是彻底灭亡 因为史书上并没有明确记载这支部队最终的去向 所以自然就会有了各种各样的猜测 有人说这支部队是在周五王后来的征讨中被消灭了 也有人说是自动解散了 也有人说这些人的大部分后来归入了宋国 就是周五王的大哥威子启被分封的那个地方 总之各种猜测很多 但是呢 说老实话其实都不是很重要 毕竟那是在一个改朝换代之际 失败一方的一支部队最终消失 本来就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情 他们或者是被消灭了 或者是被打散了 或者是投降了 总之啊 各种原因都有 也都很有可能 史书呢也不愿意在这方面多花笔墨 毕竟在胜利者的一方还有大量的题材可以写 除非这支部队在以后的历史中引发了什么大事件 再次引起世人的关注 而幽侯喜率领的这支商咒的孤军 恰好就是这种例外 差不多是在2800年以后 也就是在公元19世纪的中叶 在现在的中美洲墨西哥 首次发现了一个新的文明遗址 面对着这一个似乎是从天而降的文明 考古界的人士都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这个文明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也差不多是在同一时间 一位精通汉学的欧洲人 在翻译上书的时候 注意到了这支消失的部队 同时他也将这支军队的去向 与新近发现的美洲文明遗址联系在了一起 所以他就得出了这样一个假想 这支由幽侯喜率领的大军最终是离开了他们的故土 飘洋过海 来到了美洲大陆 他们在墨西哥沿岸登陆 然后在那里开创了一个新的文明 或者说是殷商文明的海外版 这就是后来引起海内外史学界以及民间热烈讨论的 关于因人东渡的话题的源起 因人东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 毕竟这是发生在将近两千多年以前的事情 而且又横跨了世界上最大的洋太平洋 所以当这个话题被提起的时候 不管是支持的一方还是反对的一方都是各说各的理 但谁也拿不出一个切实的证据 证明这件事情到底是真还是假 但这还不是最复杂的 更复杂的是这个话题又衍生出了另外几个次生的话题 比如说是不是中国人最早发现了美洲大陆 印第安人的祖先是不是中国人 很明显这些话题都牵涉入了很多的民族情感 文化情感甚至是政治立场 这些都使得因人东渡这个话题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支神秘失踪的商咒大军 是否真的最终出现在了美洲大陆 首先是说这两个地方的人长得很像 奥尔梅克人、玛雅人或者是阿兹别克人 也就是我们泛指的印第安人 他们的长相和我们东方人非常接近 也是黑头发黄皮肤 他们也是同样的喜欢玉器 奥尔梅克人搭建的祭祀台 与中国商朝时期的祭祀台也很相似 此外他们也崇拜虎神 这与商朝人也是一致的 另外他们主要还祭祀羽蛇神 羽蛇人的相貌非常近似于中国人崇拜的龙 而且羽蛇神也能够不羽 除此以外还有很多传说 据说在清朝末年 墨西哥发生了革命 当时有几百名华人在这次革命中被杀害 当时的清朝政府就派了一个叫欧阳坤的外交官 去墨西哥办理这些华人的索赔事宜 欧阳坤在临行之前 还受到了当时的大学者王国维的委托 让他顺便去了解一下 关于阴仁东渡这个说法的证据 毕竟欧阳坤这次去的是墨西哥 正是这个文明的发祥地 欧阳坤到了当地以后 顺利办理完了索赔事宜以后 据说有几百个当地人主动找到他 说我们是阴仁的后代 在这次革命中也受到了损失 所以希望清朝政府能够为我们一并办理索赔事宜 这件事情当然最后是不了了之 此外玛雅人还有一个民间传说 说他们的先祖是来自于一个非常先进的文明 他们是通过天之浮桥而来到了这块土地 而且还说当时他们先祖乘坐的交通工具 叫替竹舟 替竹是原产于广东福建的一种竹子 据说将其抛围两半即可成舟 而这条有着天之浮桥的海上神路似乎也是有依据的 如果我们翻开世界地图 我们可以看到 从东海经过朝鲜海峡 日本列岛 然后到千岛群岛 勘察家半岛 以及北太平洋的阿流申群岛 一直到阿拉斯加 在整个这一过程中 岛与岛之间的距离不过是十几二十海里 如果是远洋航行的话 完全可以在这些岛上停泊驻足修整 甚至可以补充积阳 因为这些岛大部分都物产非常的丰富 而且在北太平洋 还有一个巨大的呈顺时针方向流动的大洋流 人们将之称为黑潮 只要因商人的船只进入到了北纬35度到北纬42度之间 就可以驶入这个洋流之中 再以后不用接触动力 只要顺流航行就可以顺利抵达北美大陆的西海岸 现在大家可以脑补一下 优侯喜的大军是怎样到达美洲大陆的 应该是这样的 优侯喜率领大军救援商骤王魏国 得知骤王帝心已死 所以他们决定离开这块土地 他们肯定不会是无目的的去海上漂流 那不叫逃亡 那叫自杀 他们一定知道自己要去哪儿 而且也知道怎样到达那里 至于他们怎么知道 也许他们是从他们的先人口中了解到 曾经有过那样一个地方 他的先人曾经去过那个地方 这里可以参考在山海经海外东经中描述的 华夏九州上的三座山 非常类似于北美大陆的洛基山、海岸山以及内华达山脉 所以有可能我们的先人曾经到过那个地方 我们以前讲过 商骤王的这支主力兵团当时正在与东夷作战 既然是与东夷作战 考虑到当时东夷地区水网纵横的特点 所以他们一定配备了相当数量的水军 史书记载 这支商朝大军确实也有一大部分是水师 所以他们有船 就这样优猴喜的大军驾驶着船进入了黑潮 顺流而下 经过了日本列岛千岛群岛勘察家阿刘申半岛 一直到了阿拉斯加 这沿路他们不断的从这些岛上补充给养休整 就这样顺利的到达了北太平洋 然后顺着北太平洋的加利弗林亚暖流一直向南 就到达了他们的目的地中美洲的墨西哥地区 这条在我们看来异常艰险的道路 对于当时的商朝人来说 可能更像是一条高速公路 而且是没有收费站的 进入现代以后 通过一些专家们孜孜不倦的努力 一些新的更直接的证据被发现了出来 最直接的证据就是文字 在美国的访问学者助理教授徐晖先生 在奥尔梅克遗址上出土的陶器玉器以及石雕上 发现了差不多150个字符 他把这些字符的照片发回到了中国大陆 让熟悉甲骨文的学者们进行鉴定 结果普遍认为 这些字符与中国商朝时期的甲骨文非常的相似 而在许晖之前 一位叫王大友的先生更有很多惊人的发现 首先的是印第安这个词 王大友先生认为印第安实际上应该是因地安 这是当地的人早上起来互相问候的一句话 因为当地人的祖先是来自于殷商 虽然他们在这里已经生活了无数代 但是他们仍然怀念殷商的故土 所以彼此见面的时候都要道一声安 就是因地安阳好的意思 安指的就是安阳 再有呢 这位王先生在国家地理杂志上的一张插图上发现了两幅画 他将这两幅画命名为 轩辕囚长李天启年图和赤油丰厚归虚图 说这两幅画描写的就是皇帝与赤油交战时的情景 这样中国远古时期的故事竟然出现在印第安人的部落中 充分可以证明印第安人他们最早就是来自于中国 而且啊 王大有先生还在奥尔梅克文明的拉文塔遗址上 发现了16个小御人和六块玉龟 更令人惊奇的是 在这六块玉龟上竟然刻有一些类似于文字的图形 王大有先生经过考证认为这些文字就是中国的甲骨文 而且上面的字经过辨识写的就是商朝人的一些先祖的名字 也就是说这六块玉龟有一部分是商朝人的祖先牌位 到目前为止似乎证据已经非常的充分了 足以证明美洲文明是殷商文明的延续 中国人最早登陆了美洲大陆 中国的先祖们可以理直气壮的 对将近三千年以后才到达美洲大陆的哥伦布说 你来完了 那么真的是这样吗 引人东渡的假说真的是正确的吗 在这里呢我要说 关于这个假说支持一帮主要是来自于中国国内的很多学者 不光是现代的还有清末民国时期的王国维郭末若等等 还是反对的西方的学者 他们双方都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的正确 所以说这个假说是否真的成立 目前呢还是在真相探索的过程之中 对此呢自然我也不会有什么结论 不过既然我们要探索真相 那么我们首先就要先将一些不靠谱的糟薄的东西剔除出去 这样才能让这项研究能够在正常的轨道上发展 而不至于混淆视听 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 刚才我在引述那些证据的时候 用了很多次相似这个词 因为只能说是相似 而不能说是相同 相似与相同在逻辑上是有质的分别的 比如说你不小心丢了一只猫 你四处寻找也找不到 这时候有一个热心的邻居过来问你 说你的猫是不是长着一身白色的皮毛 而且耳朵尖尖的眼睛圆圆的 非常的有神 非常的可爱 身长是不是差不多一尺左右 你听没错啊 这就是我丢的那只猫啊 你赶紧让邻居把这只猫抱来 可等到他抱过来的时候 你再一看 原来是只兔子 所以说我们看待事物 不能只看它相同的一面 更要看它不同的一面 我们在做逻辑推理的时候 不能只考虑到它正面的证据 同时也要考虑其他方面的证据 甚至是它的反正 否则的话 你不可能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 这样的考古也一定是伪考古 咱们先来说说这个殷利案 首先呢 商人从来不会称自己为殷商人 或者是殷人 他们只会称自己为大义商 中商或者简单的 就叫商人 即使是西周 在西周建立以前 他们成为商人也是大义商 殷商的称呼 是在西周建立以后 这种称呼多少有点贬低的意思 所以如果这些商人是在木野之战以后 就漂流到了中美洲的话 那么他们怎么可能会知道西周以后 对商人的称呼呢 而且又怎么可能用这个敌国称呼自己的 还多少带点贬低意思的称呼来自称呢 还有这个安字 有人把这个安字解释成安阳 很遗憾安阳是战国时期的称呼 在商朝的时候也不叫这个名字 还有呢就是在玛雅文明以后 差不多在公元15到16世纪的印加帝国 按照某些人的逻辑 也就自然变成了阴家阴人之家 这些词的阴与中文比较相亲 听起来很有误惑性 但细究之下全是胡扯 退一万步讲 印第安也好 印加也好 他们这个词的阴都是与现在普通话的发音相近 但你又怎么能知道 他们与三千多年前商人的口音是否相近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 印第安这个词是源自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的误解 当时哥伦布以为自己真的到了印度 所以呢他就用西班牙语将这块新的大陆命名为印度 英文转语过来就是印年 再后来殖民者发现了真的印度 才知道原来的那个名字被起早了 但名字已经起了 再改的话也很麻烦 所以呢就干脆将新发现的印度 命名为东印度 东印度公司也就由此而来 所以啊按照某些人的逻辑 印度人才最应该对美洲大陆宣誓主权 印度人可以自豪的说美洲大陆历史上就是我们的 不信你问你们的哥伦布起 这个名字就是我们的名字 根本就不是相近 完全就是相同 从此以后 亚马逊河就是我们的母亲河恒河 我们要将亚马逊河变得跟恒河一样的干净 而且还颁布法令 规定以后所有星巴克的咖啡必须是咖喱味的 为者必究一律停业整顿 谁说情也不好使 印度人的这种行径首先是激起了台湾阿美族人民的不满 阿美族人民的代表公开宣布美洲是我们的 是我们阿美族的后花园 虽然说这个花园稍微大了点 但它也是我们的 这是有根据的 因为America就是阿美之家 还有刚才提到的那个印第安人向中国清朝的官员申诉 希望为他们主持公道的事件 这个故事呢听起来就很有点中国传统上的民间文学中 蓝教深渊的色彩 如果这些人真是商人后裔的话 那么那时候的清朝距离商朝已经过去了将近三千年 三千年那是多少代人 所有移民到海外的中国人都知道自己的第二代第三代 还能保留多少中国情节 更别说几百代以后了 还能有多少的故土情节 所以这个故事很有可能是杜撰的 清朝末年的时候面对西方列强 中国的民族情绪也是异常的高涨 再加上后面又有政治人物的推波助澜 所以出现这样的故事其实也不足为奇 那些政治人物中比如说康有为 他那时候就主张中国人大量移居巴西 在那里重新建立一个中国 康有为流亡家旅游期间 还亲自到墨西哥去实地考察 考察以后他说南北美洲借物种旧地 他觉得巴西纬度与中国接近 而且呢亚马逊和一以贯之土壤肥弱 适合中国人移民 所以呢他计划在巴西建立一个新中国 不过他忘了问巴西人同不同意 巴西人明确表态不同意 因为中国足球实在是太臭了 还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两幅画 国家地理杂志的那两幅插图 有人特意与国家地理杂志社联系 确认一下这两幅图的出处 结果呢联系到了这两幅图的作者 这个作者本人是莫洛克人 这两幅画是他自己画的创作于1991年 关于因人东渡最有力的证据还应该是文字 而在奥尔梅克文明遗址上 发现了我们商朝的甲骨文 则是我们一些现代的学者们研究发现的 这其中呢包括我刚才提到的徐辉 还有那位王大友先生 王先生说在拉文塔遗址中发现的六块玉龟 上面的文字就是甲骨文 而且这个玉龟的文字的意思也已经被解读出来了 是商朝诸位先祖的名字 这些玉龟上的字呢我也看到过一些 我的感觉呢就是相似性与差异性是同时存在的 一些简单的笔画比如说两个横两个竖 这个呢与甲骨文是一致的 但是略微复杂的笔画则只能认为他们是相像 而不是完全相同 王先生说这六块玉龟上的商朝人先祖的名字 其中呢有简笛这个呢我完全可以理解 玄鸟推商简笛无疑是商人的先祖 排位上有他那是再正常不过了 另外呢还有帝库帝库是商朝的先祖谢的名义上的父亲 简笛的丈夫也是我们上一集中提到的浩克 所以有他的名字也很正常 特别是如果他的名字刻在一个绿色的玉片上的话 那我觉得更加贴切不过了 不过王先生说的其中还有其他人的名字 比如说赤游比如说绍浩比如说长夷 赤游绍浩虽然和商人的先祖能够扯上关系 但他绝对不是直系的先祖 长夷就更让人觉得奇怪了 长夷是帝库的另外一个妃子 同时也是帝智和嫦娥的母亲 他跟商人的先祖实在是扯不上太多的关系 他怎么可能成为商朝后裔人们祭祀的对象呢 况且从现在已知的15万遍谱字中 并没有发现商朝人曾经祭祀过赤游绍浩长夷的记载 除了玉归上的文字以外 这两位学者在其他的一些地方也收集到了一些类似甲骨文的文字 但这也只是相似而并不是相同 文字只是相似是不是说明当时写的人已经不记得该怎么写字了 所以只能写一个大概旗 不过如果来到美洲的真是阴侯喜的大军的话 那么毫无疑问这支大军中一定有很多的真人 就是商朝时期的神职人员 在当时来说也是当时的知识分子 他们不可能在这么极短的时间内就忘记了这个字该怎么写 所以相似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应该是完全的相同才对 而且大家知道甲骨文是象形文字 所谓的象形文字突出的特点就是一个象字 远古的人们并没有文字 所以他们只是把自己直观看到的东西直接画下来 比如说他们想记录山 于是呢就画下了山的样子 慢慢的这个图形就转变成了文字山 所以人们只是画下了他眼中看到的东西 而对于山的形状 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美洲人 还是欧洲人 他们看到的样子都是一样的 所以他们画下来的图形也是类似的 而最后由这个图形转化成的文字也一定会有相似之处 但可能并不完全相同 所以不能看到类似于甲骨文中山的这个字 就认为这个字是出自于甲骨文出自于华夏文明 其他的文明可能也有同样的表达方式 这些都属于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共性 既然说到了文明 那么商朝文明的最大特点又是什么呢 一个是甲骨文 另外一个就是青铜器 奥尔梅克文明遗址中并没有发现什么青铜器 据说有一个青铜器人面像 但是呢我查了查资料也没有看到 即使是有的话 青铜器也绝对不会是这个文明的主要特点 奥尔梅克文明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巨石人像 都是实质的而不是青铜所造 优侯喜的大军中一定不乏青铜冶炼的工匠 而美洲大地又有世界上最大的铜矿 还有很多的锡矿 矿石来源应该是不成问题 在这些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 如果真的是阴人东渡的话 那么奥尔梅克文明呈现给我们的 应该是辉煌的青铜文明 而不是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 新石器时代的特色 即使是因为某种原因 他们无法在当地冶炼青铜 那么他们随身携带的武器装备生活用品等等 很多也都是青铜器 那么照理说应该就会有大量的青铜器被挖掘出来 至少应该比现在所挖掘出来的石器 陶器要多得多 再有一个呢就是甲骨文 我们现在收集的那些所谓的甲骨文 都是刻在石头上、陶器上、玉器上 但是没有发现刻在甲骨上 所谓的甲骨指的是硅甲和瘦骨 硅甲呢指的是硅的腹骨 瘦骨通常是牛的肩甲骨 有人可能会说刻哪不是刻呀 只要把字能刻下来不就可以了吗 甲骨文可完全不是那么简单的 之所以要刻在甲骨上 是因为甲骨文的主要用途是用于占卜的 并不是在Facebook上留言或者是发微博用的 它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字 它是一种专门用途的文字 商朝时期的祭祀人员就是真人 他们首先呢会将这些硅甲呢做一些脱纸处理 然后呢他们会在上面钻一些小孔 再然后他们会将木条烧红以后插入这个小孔 因为事先已经钻了这样的小孔 所以经过高温灼烧以后 小孔的周围会发生爆裂 就会产生一条或者多条的裂缝 这就是占卜的补字的出处 补这个字实际上说的就是硅甲或者是受骨上 经过高温灼烧以后的裂缝 祷告者首先是要祈求上帝 让他知道自己的愿望 然后呢把自己想要占卜的事情告诉上帝 最后由真人根据这条裂缝的走向 确定这件事情的吉凶 然后再用甲骨文把整个事件记录下来 包括是谁祷告的问的什么事情 最后的解释是怎样的 实际上就是等于对这次占卜事件做了一次备录 然后将其保存起来 这就是甲骨文的用途 那么可能有的朋友会问 如果事后发现这个祭祀人员说的并不对 完全相反 那会怎么样呢 我想当时的这些真人们一定有自己一套说辞 能够自圆其说 如果最后的结果和他的解释完全相反 而他又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的话 那我想应该也会很简单 那就关门放狗吧 所以大家现在可以了解甲骨文是做这个用的 而对于商人来说祭祀是头等大事 他们怎么可能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就把以前最重要的生活习惯忘掉呢 如果他们真的忘掉的话 他们又怎么可能还会怀念故里呢 现在的考古学界的一致看法 都是认为美洲大陆最早的人类是来自于亚洲的东北部地区 那应该是在距今一万多年前甚至是更远的时间 那个时候的地球正处于冰川时期 气温下降导致海水结冰海平面下降 那时候的白岭海峡也就变成了由冰原组成的白岭路桥 追逐巨型生物的亚洲东北部的狩猎人群 他们就通过这个路桥进入了美洲大陆 再以后呢有一种说法呢 就是说这些人一直沿着海岸线 从阿拉斯加的海岸线一直向南进入了中美洲和南美洲 因为当时气温很低 而海边的温度相对较高 还有大量的海藻可以供食用 所以当时的那些人一边吃着海鲜 一边唱着歌就可以纵贯美洲大陆 在这过程中连一堵墙都见不到 还有一种说法呢 是说这些人进入美洲大陆以后 就进入了内陆地区 主要从事狩猎活动 两种说法都是各说各礼 各自也有各自的依据 但统一的一点就是美洲人都是来自于亚洲的东北部 通过白岭海峡走过来的 这恐怕也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艾斯基摩人 与亚洲人比较相像的原因 不过呢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中国人是印第安人的祖先 因为他们过来的时候是在一万年以前 而中国的历史按照官方的宣布也只有五千年 一万年前的亚洲东北部的这些人 一部分他们进入了美洲 一部分的因为气候寒冷以后继续南下 再以后才形成了民族国家 不过那都是以后的事情了 那么在商朝以前 中国人有没有曾经造访过美洲大陆呢 这点呢我倒觉得很有可能 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在美洲大陆上发现 这么多与中国文化近似的痕迹的原因之一 中国的先人有可能进入过美洲和当地的印第安人一起生活 甚至是发生了融合 顺便说一下印第安人并不是一个民族的称呼 印第安人只是欧洲人对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土著人的一个范畴 实际上那个时候的美洲大陆有几百个种族 各自有各自的语言 各自的祭祀的神 中国人的华夏文明与印第安文明之间 确实可能在远古时期存在着某种联系 但建立的这种关系可能并不是像父子那样的传承关系 而有可能呢是像兄弟一样的并列发展的关系 你有你的长处 我有我的优势 我突然想到因人东渡可能也并不是完全的不可能 不过可能最终成功来到美洲大陆的只有一少数人 他们其中并没有真人那样的知识分子 也没有熟悉青铜冶炼的工匠 他们只是一些幸存者 到了美洲以后 自然也就融入了当地已经发展起来的奥尔梅克文明 所以在这个文明中他们是克 不可能会起到什么主导作用 所以他们的文字也变得很粗糙很原始 因为他们只是模仿这些字当年的样子 奥尔梅克文明今后的发展 还是按着他自身的轨迹向前推进 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因商文明的影响 这些进入美洲大陆的因商人看起来更像是客人 他们不能改变主人家的习惯 也不能决定主人家的未来 突然的脑洞打开让大家见笑了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夏杂谈 Frank家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